记者有想礼拜大要冠军最少人 北京中和国安各场的敌选北现代 开极不利 让国安要冠中城能上了一眼 不离任何比赛 我都希望排出最强十一人 但是大家也知道 国内赛场有温暗三球员和要人限制 要冠的话 排兵地震更最容易一些 明天我会安排这强阵营出战 替补习也有后手 帝政权北赛权 施利特正要说 国安能扬席者 此前有双的李磊和预扬权力 随地出发 宣政的是能将郭权柏和和森 选者随同国内集训 后者因双只能休息 好在高德海状态不错 值得信任 国安的首发阵容很有意外 巴坎部回归 张希哲与阿阿在巴坎部身侧 包括斯托 池中国和朴城组成中场 后防线是李磊 金阳灾 于大宝和江涛 门将高德海 先比对正主要的比赛 施利特做出了两个调整 高坎部顶替了张一银 江涛回归主力阵容 这套阵容基本上是去年的主力阵容 除了中卫组合于大宝和金阳灾 表人在东西时开始搭档 在打主要的比赛中也有着不错的表现 已经赢得了施利特的训练 另外 施利特首帮要逛赛场 稳定还是第一位的 因此在丁和二位置上 他用了更为熟悉的江涛 而不是新年王高 国安在东西的时候 曾经用这套阵容 与克林赛球队接手过 当时两战继周围 一胜一平 无论过程还是结果 都让施利特很满意 只不过当时 王高和张一鸣还没有冠队 那两场比赛被看作是 要冠的模拟赛 在了正赛 施利特也引用了当时的阵容 另手是韩国冠军球队 如果我们能够战胜他们 就有可能拿到要冠冠军 在前一天训练之前 施利特鼓舞拳队 让球员们更自信 比赛开始后 国安果然没有保守 以野为主 打起了攻势足球 国安上一次出征外冠 还是在2015年 随后连续三年无人外冠 俱乐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此方是中和时代球队 首次在军军赛场上浪下 俱乐部工作人员 以及大部分球员 都是首次冰场外冠赛场 从这一点上来说 可以要冠军 重回要冠的第一场 就碰上曾经的亚洲冠军全北现败 国安在军队上远备如对手 这一点伴随着比赛的进行 逐渐显现 国安的优势在于控刑 即便面对的是韩国冠军全北 国安能够在控球上正俊胜风 只是缺少预期节奏上的变化 当全北招紧尾巴的时候 国安在前场很难寻觅的控装 相反 对手的进攻 则是直接倒向国安边陆的眼泪 尤其越边陆 以此让对手利用速度突击 第十四分钟 国安大门就已经失手 杭江源进区内射能得分 是球之前的两分钟里 国安的边陆已经承受了皮带的压力 整体阵线被压到进区现前 选手对国安有着很细致的研究 每当国安在中场控球时 选手球员都会偏身逼强 甚至不惜用分锅阻断国安的传逼 尤其针对奥古斯托和比埃拉 假如联系对对手在中场放倒 一次对抗之后 打在地上的比埃拉伸出手指比花着 向裁判示意对手已经连续对他进行身体三次轻赛 但裁判并没有做出回应 直到第四次 与同国交比埃拉放倒在地 裁判才向后者踏出了当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开场二十分钟 国安和选北的放归 已是四比十 选北多出了一倍还多 整个上半场 选北都很好地执行了高乐冰想的战术 国安并没有从一开始 这对方持球员进行逼抢 逼球后 国安有了变化 开始前场逼抢 并收到了成效 第四十一分钟 奥古斯托与埃拉 张希哲联练续配合后 将比分当平 下半场 全北接管比赛 与东国 精心力先后入球 下半场 全北招致了我们在进攻组织中的失误 在这种级别的比赛中 这种失误是不拥有的 我们也因此受到了惩罚 施密特说 在丢球之后 学人的思想应更加统一 应更加团结地去晃绝和别打对手的进攻 但对手却做得更好 对手踢了一场很好的比赛 所以他们取胜了 他们在下半场的关键阶段 打得更坚决 向前的整体推进也更好 我们在一比三落后的时候 想要帮回来 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施密特说 赛后宣言发布上 施密特复盘了比赛 首先 我们在上半场的一分阶段 确实打得不好 但还是控制了主动权 在那个阶段 虽然面对的是上赛季的韩国冠军 但我们丝毫不害怕 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其次 我认为不能说今天的比赛就是中韩两国足球的差距 这没有太大关系 对手上赛季提前好几人就拿到了韩国联赛的冠军 这说明了他们的实力 但我们也做好了面对困难的准备 上半场比赛过后 我们觉得有机会拿下对手 但这毕竟是要贯级别的比赛 我们需要整场比赛都有好的发挥 很遗憾我们在下半场没能听好 国安主帅表示 全北的实力确实很强 国安倾尽全力 也没有在对手身上占得到点便宜 这场势力 也让施密特更清醒地认识到了现实的状况 国安所在小组中 不够有强带的全北 还有实力不俗的普和红帅 出现难度可想而知 在地震全北之前 国安在要贯赛场上 克战韩国球队独售 此战贯后 这一高大纪律在延续 施密特需要做的是让球队 尽快从施力针走出来 三天之后 针抄赛场重门正火 某某多余的时间 有给球队调整 需要尽快找回营球的感觉 我们需要通过实战一点点去磨合 去分析 这两周我们能怎么有时间进行大量训练 三场比赛的时间安排很紧 还要到路途上花费一些时间 对于所有球员来说 这更加是辛苦的挑战 但我们不会落迹 会好好打好与重庆的比赛 然后准备好下周在主场的亚军比赛 什么特殊